这次要跟大家讲的,是一帮审计人,和一个贪污集团之间,另外一场的输赢较量。 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不单只看到一帮审计人,他们的激情,他们的事业,也都深深感受到,在一份审计报告里面, 正义和邪恶之间的较量,原来如此激烈,如此惊险,有时,正义和邪恶的输赢之间,往往是只差一线。 这个故事,是由西部一个大省里面的一件审计案讲起,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之下, 很多的省份,他们的基建项目,也都纷纷上马,但是,在这大型的基础建设项目之中, 一些违规操作,非法挪用资金的情形,也都时时有发生,国家的审计署,对这些基建项目,更加是钉紧着审计。 而我们故事提到的这个省份,它其中一个标杆的集团,就是这个省份的一个效益非常显著, 近年来发展,亦都是非常迅速的一个标杆企业,就是一个大型的国营高速集团。 这个,以建设高速公路,高架桥为自己的主体项目的集团, 近年来的发展,可以说是令人瞩目,但是, 亦都有人用检举讯,或者其他形式,提出了他们其中有很多问题。 于是,国家审计署,就特别指示,派着这个省的特派办, 马上对这个高速集团进行审计。 不过,这个连省审计厅都搞不定的明星企业, 令特派办,亦都在审计的过程里面,遭遇着重重的喷弹。 这一天,特派办的副主任童北海,心情非常不好, 他主动地约这个省的审计厅厅长,岳奇山见面。 每一次跟他见面,同北海都觉得,就好像在电影里面, 我们以前党的地下工作者秘密接头那么神秘。 同北海曾经问过,这位岳厅厅长, 喂,老岳,我们大家都很老友的了, 你常常都那么神神秘秘的才跟我见面, 是不是过于紧慎一点? 又浪費心机,又浪費时间, 还搞得神经都不知道多紧张, 以后,我怕着,你会得神经观能正的。 岳奇山他说, 唉,你这些叫做做家婆的不知媳妇辛苦, 我如果好像你那样, 是国家审计处派来的富特派园, 任差大臣吧, 你的官帽、银子, 都是国家审计处人事司的保险柜那里锁住, 其他人动不了你的, 那我都不像你那样受气, 谁不想堂堂正正八面威风地说报公, 偏个不想看老百姓伸张正义, 情致腐败才行啊, 唉,大家条件有限啊, 我们信州的政治生态环境非常复杂, 我做这些东西都是土淫厌惹人争断人财路的事, 你偏偏还要我去跟那个蜜蜂斗插手省的高速集团审计的事, 我在这个地头还要搵食的嘛, 你说不小心点怎么行呢, 你就当来公园散步, 锻炼一下身体咯, 啊,辛苦你了, 同北海当时就笑了, 啊, 你个老岳, 你说一句话而已, 就一大通牢骚, 看你的样子这么可怜都不容易的, 算了, 一月秘密见面就秘密见面啦, 所以今天, 同北海是主动邀请乐厅长, 一起来公园那里秘密见面啦, 两个人都是一把年纪啦, 在公园里面散步, 那都不算惹人注意啦, 一见到同北海过来, 乐厅长就笑咪咪咪的啦, 喂, 喂老爷, 今天太阳在西边出来, 以前每次都我来求你, 今天主动见下我, 是不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啊, 啊, 但是同北海这个时候, 你根本都没心机讲笑, 你知不知道方宏远这个人啊, 岳岐山都感到同北海今天的情绪有点不对路了, 即使是怎么摔头啊, 啊, 听说过, 听说过, 是信州出去的, 很年轻的干部来的嘛, 听说做事很有魄力的, 在署里面连续办个几个大案, 同北海点续口烟, 一边吃一边就说, 嗯, 就是你这个人, 是信州的本地人来的, 你知不知道, 我和你现在聊天的时候, 他大概都快上飞机, 因为他跟着要来信州特派办主持工作, 岳岐山听到大吓惊, 同北海在特派办已经工作了五六年了, 而且成绩一向都非常突出, 是啊, 这一次特派办原来的主任退了休, 但是他以为同北海的顺理成章应该坐正的, 啊, 为什么这样的呢, 哎呀, 他来主持工作, 那你怎么办呢, 哎呀, 审计处为什么不扶正你呢, 那, 喂, 是不是你一直主张审计高速集团公司, 和你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啊, 哎呀, 老同, 今天真是怪我了, 我不应该将你拖下来的, 我想呢, 一定是省里面的领导层, 有人跟你讲坏话了, 不是的话, 怎么都要轮到你来做一把手的, 岳岐山的心, 哎呀, 真是非常之不是滋味, 老实说, 高速集团审计这件事, 虽然是同北海接到的益名讯, 但是自己当时也都是一力主张, 要彻底地将这个集团进行审计一次, 结果, 派了几次小组下去, 都无功而返, 所以, 他才特别将老朋友扯进来, 哎呀, 如果因为这件事搞得人家连借都没得升, 那, 那自己就真的对不起他了, 老童今年都已经五十八岁, 在审计系统做了成二十年, 这个可能他最后一次升职的机会来的, 没想到, 同北海见到岳祺山, 他反而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根本就不是一回这样的事, 署里面这次人事决定, 和高速集团的审计, 一些关系都没关系都没有, 再说啊, 我都跟你说过啦, 我这个人呢, 是厂杖, 是风杖, 但是偏偏又不是碎材, 哪是做一把手的料呢, 我只是担心, 我听说这个方宏宇原来是顺州人, 和官面上很多人, 原来就很有关系, 听说顺州交通厅的杜惠卿厅长, 和他还有一番姐弟情谊, 杜惠卿就是高速集团的行政部门的主管, 我怕着方宏宇如果来了之后, 就不让我来碰这个高速集团, 高速集团肯定有问题, 所以我要做多几手的准备, 我已经抢着在方宏宇回来之前, 召开了个我们办的党组会议, 形成了个决议, 准备报请审计处, 正式审计高速集团, 你觉得怎么样啊? 岳岐山听到不如抖一抖, 他猜不到, 同北海的人居然这么执着, 他不如又佩服, 又有点担心, 这样好是好, 但是似乎有点逼人太甚, 是官场大忌来的, 会不会影响你和他以后的关系呢? 同北海丢了个烟头, 他势力摸一摸脚踩下烟头, 老实说, 我不希望将我们自己的同志向怀着想, 但是现在顺着这个局面, 要和自己准备多几条路了, 所以, 我都不顾得那么多, 你说下, 高速集团是不是一定会有大问题了? 岳岐山想着想着就说, 这个集团的问题肯定就不小了, 不过, 你要找到确着的证据, 好难的, 我这次呢, 已经是认肯输了, 那些具体的办案人员, 个个回来都跟我诉苦, 那一入高速集团呢, 就好像水牛跌进井那样, 捐泥转去, 出不了力, 所以, 我想你一定有个总体的考虑, 定好策略, 然后才进入高速集团那样就好些, 就好像我们平时续棋那样的嘛, 我经常都说你的啦, 走一步呢, 要想到第五步之单, 同北海一听有点不好意思啦, 喂喂喂, 那, 没乘机笑我啊, 输多几盘棋而已, 不是我的棋, 可以的啦, 听说, 你们都不是全部没收获哦, 那个前任交通厅的厅长的仔, 何止阳, 不是被你们挖出来的吗, 他是违规行为啊, 我骑山想一想就说, 你想跟他身上挖什么呀, 现在还没知的, 或者呢, 他手里面可能会骗着一些有价值的人呢, 说完之后, 同北海都不如都叹了一口气, 他们调查高速集团都不是一两日, 从收到的检举情风来看, 这个集团里面肯定有很多警棍, 但是, 调查例, 调查虚, 他们觉得都好像面对着一块铁板, 一直都找不到突破口, 事到如今, 或者他们只能够将希望寄托在这个很不容易先挖出来的何止阳身上, 不过能不能够叫开他的嘴, 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恐怕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 恶奇山想一想就说, 何时我将个人交给你呢, 同北海站起身, 拍拍个屁股, 然后就说, 我想, 还是接完方宏宇再说, 还有个半钟他就到了, 我让安排下了, 看着同北海的背影, 恶奇山踩张石凳上面移动都不移动, 其实, 早在半年之前就已经有人劝他, 千万不要碰高速集团, 如果不是, 可能自己都不碰, 在顺奏这块土地上面, 要拥散这个明星企业, 真是鸡蛋碰瀉头的, 唉, 果然啊, 行动就没正式开始, 同北海那边出了问题, 已经有人特意坐过来压他了, 以后的工作恐怕就更加难开展, 他们对付完同北海, 下一个要对付的会不会是自己呢? 如果是的话, 恐怕自己的命运 也都不会比同北海有很多少, 这个方宏宇, 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他来到之后, 会不会好像同北海所担心那样, 直下就跟高速集团, 或者杜卫卿他们勾结在一起, 那自己这边的工作就更加难展开呢? 那各位, 同北海和岳岐山担心的这个方宏宇, 就是我们这部故事的主角, 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要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主角的背景先, 方宏宇这个人, 自小就已经是敢作敢为的了, 他十五岁那年, 背着妈妈, 将家里的户口保偷出出来, 去到派出所, 将自己的城市户口注销了,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就是, 去清水公社, 竹山大队那里, 成为一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早年守寡的妈妈, 知道他儿子的决定, 只是很担心地看着他说, 宏宇, 都说鱼儿子可以受照顾不上山下乡的了, 何方你刚刚才十五岁呢? 唉, 这样做, 为什么呢? 方宏宇就即时, 在电影《大浪屠沙》那里, 学到那句话, 拿出来回应妈妈了, 妈, 所谓有志不在年高, 无志空活百岁, 我宁愿闯过苦口成大气, 都不愿意碌碌无为过一生, 你放心了, 你的儿子不会令你失望的。 方宏宇也的确, 没令他妈妈失望, 在农村, 住了一年半, 他就参军去了部队, 第一年做了班长, 第二年就升了做排长, 第三年的时候, 部队要参加对月自卫反击战, 于是, 扩充所在的年队, 方宏宇所在年队一分为三, 他直接又排长就升为年长, 那时候, 他刚刚才二十岁, 可以说, 在对月自卫反击战中, 他是参战部队里面最年轻的一个年长, 全师一齐参与那六百人, 人人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 不过也有人私下说, 哼, 将来打仗才升你做年长, 只能去送死而已, 有什么好当啊, 方宏宇对这些议论不是一故, 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平时国家好吃好住地养你, 就要关键时候派上用场啊嘛, 现在我们国家有事, 自己做缩头乌龟那样算什么, 何况, 我觉得这个人好命硬的, 那么犧牲的人, 怎么一定会是我呢? 果然, 方宏宇是真的福大命大, 他带了一个家强年冲了上去, 在阵地那里打了三日三夜, 一场阻击战打下来, 一百八十人伤亡了过半, 但是他不单是毫发无损, 而且所在的连队, 还名立了集体的三等功, 他自己也因为战功却越, 名立了二等功, 本来, 打完仗之后, 上级决定选方宏宇, 和一批参战部队里面, 战斗的指挥骨干, 去军事学团那里深造, 当时, 全国的高考也都恢复了, 方宏宇就找到政委谈话, 打完仗, 以后国家更加关注的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签, 我想, 我正是报地方院校了, 施政委说, 就算你不上部队的院校, 也都不用从军装, 军他的王司令点名要去做他秘书, 这样的机会, 多少人想盼都盼不来, 年轻人, 想想一下, 不要因为感情用事, 淡局了自己的前程, 再说, 这么多年你都没碰过高中的货本, 地方院校的竞争这么激烈, 你行不行? 方宏宇就笑一笑, 让我试一下, 不行就死心了, 谁知道他一试真是试成了, 当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取通知书寄到军营的时候, 全军上下大家都惊动了, 连方宏宇自己都不敢相信, 当然, 当然是文革之后, 代考生有成千万, 而当时地方的普通大学录取, 只有百分之十几的, 好像北京大学那些全国性的名校, 录取录只有千分之几, 他方宏宇居然被录取了, 大家是简直当他是神人那样拜, 离开军营那一日, 全团三千多官兵一起为他送行, 老团长拉着方宏宇的手, 宏宇啊, 你是从我们的红军团出去的, 也是军区唯一一个穿着军装, 考上北大的学生, 记住啊, 离开部队之后任何的时候, 都不要忘记你曾经是一个军人, 一定要为部队争气, 为我们团的战友争气, 方宏宇就是这样离开了连队, 虽然匆匆而过, 四年的大学生活结束, 毕业之后, 方宏宇就分配到信州的省财政厅监察处工作, 当时全国的审计机关刚刚才开始组建, 这个监察处就是作为酬建省级审计机关的基础和骨贯力量, 迅速组建成了从财政厅画到新组建的省审计厅, 方宏宇就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审计工作者, 当时省财政厅的厅长范长中, 曾经劝方宏宇留在财政厅那里工作, 方宏宇既礼貌又坚决地拒绝, 他对范长中说, 我仍是喜欢富有挑战和刺激的工作, 而审计正是一项全身而又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他是年轻, 娇气蓬勃的何业, 很适合我们的年轻人, 还有, 财政厅人人都知道我和你的关系, 在你手下就算有成绩, 这样人都未必服气, 于是, 在范长中的阮色声中, 方宏宇乙义无反顾地去了审计厅, 被任命为财政审计处的副处长, 他办的第一件大案, 就是山水市的财税案, 当时, 这个市的财政局和税务局, 勾结擅置违批, 提高杂贸税, 屠宰税的流程比例, 违规套现之后, 按照行政级别的高低, 进行集体私分, 私分的金额, 在当年达到一百万元, 在八十年代, 人均工资, 只有三十元上下的计划经济时期, 这件算是惊天的大案, 涉案人员有成二百多人, 因为牵涉面太广, 所以, 这件案被揭发之后, 打电话来讲情的, 都不知道多么多, 而且主要的涉案人, 当时山水市的税务局局长, 他的弟弟, 是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大队长, 很多人都说, 这个人和黑社会有些联系的, 案发之后, 这位大队长曾经托人找到方宏宇, 要他高抬贵手, 给大家留条生路, 如果不是, 就你死我, 就如死望破, 反正方宏宇的妈妈, 家企的住址, 专案组, 和方宏宇坐的车, 车牌号码, 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整班同事都很替方宏宇担心, 但是方宏宇不以为言, 他都来传话的人说, 回去告诉你们大队长知道, 多谢他提醒我了, 不过, 我不信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山水市, 他一个刑警队长, 可以翻得到天, 危险, 到底有多危险呢, 说到底就是一个死字, 如果要说死, 我几年前对于智慧反击战那天, 草着死过一次, 就算现在死, 都是被那些早年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 留多了几年命, 这样也值得, 他有什么招数, 即管洗出来, 我是侦察兵出身, 在部队的时候, 就很喜欢和战友切磋的技艺, 如果大队长有兴趣的话, 受到党级政级处分的一百八十几人, 判刑十三人, 那个税务局长, 判了死刑援旗执行, 当时, 被称为八十年代全国审计机关财税审计的第一大案, 中央博务院的领导都对这件案做出重要的批示, 全国的媒体也都作了报道, 所以, 当时的信州审计厅, 财政审计处被评为全国审计机关的先进单位, 而方宏宇当然也是升一职, 并被评为先进过瘾, 没多久, 他就第一个被选调入京, 担任一个主要业务司的副司长, 而现在, 他就作为国家审计处派驻信州的特派员办事处, 新上任的主持工作的特派员, 进入了后基楼, 准备坐上飞机, 回来信州, 这一次算不算是荣归故里呢? 方宏宇用力地另一另头, 他心里面那种沮丧的情绪, 还没随着他现在来到机场, 而排出他的脑海之外, 因为今日, 他感到非常脑火, 又非常无奈, 就是今天, 他刚刚跟自己妻子派来的律师, 一起走进了婚姻登记处, 扮你了离婚首座, 女人啊, 为什么说不合适就要离婚呢? 真是很难明白, 不知道哪个哲人说过, 女人本身就是一本很难读懂的书, 真是对啊, 唉, 自己那位在美国连面都不想见的妻子, 现在呢, 他居然立不出, 就委托律师来和自己办妥离婚的手续, 笑笑, 你为什么这么绝情呢? 昨日他才办妥离婚的手续, 就在二十个钟头之前, 而近近一日之后, 自己就要带着这种, 心里面可以说的非常复杂又沮丧的情绪, 返到信州, 去面对着另一个更加复杂, 而且可能是更加难搞的局面, 在信州, 究竟有什么会在等待着自己呢?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讲。